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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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柯P傳奇之 炒雞打臉王 安倍利克斯 我是醫學專家的方便 知道新北市現在沒有市長 他1月16號就回來當了 因為當時就沒有設計來要 要給大家跳的 吼吼吼打臉王柯P 每次打人臉都是又痛又腫 但他一定沒想到今天輪到他了 柯P上月宣布 北傑要推2500元吃到飽 你放上去 按吃到飽 那就幾月幾號開始 那就30天內有沒有 2500塊那張卡可以在捷運線使用 沒想到週二台北市議會 進行交通委員會預算審查時 議員關心起捷運公司 要推月票2500元吃到飽 規劃的怎麼樣呢 北傑進回 不上路了 不推了 異人很傻眼 粉粉批評 是在裝校圍喔 哎呀 北傑根本是在打臉老闆柯P 不過柯P也怪不了誰 誰叫他前幾天 在蘇打率PK北傑時 沒有站在自己人那邊 因為昨天有說 如果跳動的話 會指教他後期什麼 對啊 這是北傑講的 北傑的誰 每天 北傑公司 真的 我每天都要替人家插屁股 實在是 不過柯P知道自己被打臉後 走了下午放肆 智慧城市專案辦公室時 沒有摸臉頭拍 而是說出了一句經典名言 那我就拿出來 那就沒辦法出來 他還用自己一日騎雙塔的事當例子 那一日雙塔的秘訣怎麼 不怕失敗 但是你一直在想說 用爸傑去騎雙塔 那你現在還在闖道 哇塞 柯P此番言論 跟醜小妖變天鵝 肥仔叫女友一樣勵志啊 但市長大大 勵志之餘 可不可以告訴每天都要搭捷運的小市民 捷運吃到飽月票 到底買不買得到啊 對此北市府副發言人說 柯P原本打算先事辦一段時間後 是情況調整 但日前有議員表達 市府應先做好相關配套措施後再提出 因此先請暫緩施辦 在交通局提出方案後再說 生活中心 網友說 整個台北都是柯P的妄想國報導